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免费的 但是却是有史以来价格最低的 平日的成人单次游客门票价格要30块 而为了庆祝新加坡飞禽公园50周年纪念日 这次的定价两块五毛门票与197年开幕时的相同 只要两块半就可以游玩整个公园吗 依依有点不敢相信 当然 不是 依依还是太嫩 入门门票两块半 企鹅摊两块半 展翅膏飞秀两块半 非洲树梢两块半 彩鹰骨两块半 瀑布鸟舍两块半 鹦鹉天堂两块半 空中秦王秀两块半 所以要完整地游玩整个公园 一共的花费是 不过这些猫腻 在游客只看新闻的时候 是无法发现的 直到走进飞禽公园大门 看到里面的公告牌 这种先用低价忽悠顾客来的营销手 是不是总感觉似曾相识 当然 以上这些两块五毛地点 也是飞禽公园的重点游览项目 不过公园本身 在新加坡地区景点中 并没有名列前茅 在某个旅游评选网站上 新加坡飞禽公园排行第九 这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三日游 圣桃沙 滨海湾花园 鱼尾诗公园 新加坡五日游 前面的三日游 加博物馆 富康宁公园 克拉码头 新加坡动物园和夜间动物园 新加坡七日游 还有愿意来七天的 嗯 要不再去飞禽公园看看 从这些游客的思想活动不难看出 飞禽公园在新加坡恩日游里的重要地位 不过新加坡这个只有七百二十八平方公里的小岛 已经有了七日游项目 这着实是不小的进步 毕竟二十年前 红极一时的新马太七日游 留给新加坡的时间 只有一个晚上 不过这次之所以选择城游飞禽公园 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确实舞 主要是因为确实想为新加坡经济建设 做一点贡献 对于第一次到访的游客 有几个问题可能会有些困扰 比如 第一 是否需要购买导览小火车的票 第二 如何合理利用时间看完全部表演 第三 纪念品商店购物会被宰吗 下面重点来咯 想要清楚知道去到一个新公园 自己是否需要购买导览小火车车票代步 那么首先要知道导览路线的长度 这样才能判断体力和时间是否够用 那么新加坡飞禽公园的导览路线有多长呢 一只 导览小火车速度10公里每小时 开一圈的时间为3分30秒 问 导览路线有多长 而在这三分半的路程里竟然设置了4个车站 所以可想而知每站的距离有多近 还有一种窘况是当你在第二站下车时 发现需要往回走一段路 才能到达之前错过的景点 而步行的游客已经在那边拍照了 所以作为一个四肢健全的成年人 你觉得有必要购买车票吗? 如何合理利用时间看完全部的表演 直回票价 想必是众多强迫症患者的焦虑点 幸好这个飞禽公园只有两个表演 空中秦王秀和展翅高飞秀 根据表演嘉宾当天的状态 每个秀可持续大约15至20分钟 从两个表演的时间段不难看出 这里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场次 同时也暗示了这个飞禽公园 只需花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游完全部了 所以初次到访的游客 只需要决定是上午9点半到 还是下午2点半到 毕竟要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抢座位 林林和依依各花了两块五毛 观看了展翅高飞秀 不过不懂是不是因为票价太低 这些表演嘉宾似乎不怎么配合 请不吝点赞 这些表演嘉宾似乎不怎么配合 这些表演嘉宾似乎不怎么配合 这些表演嘉宾似乎是50年 老话说得好 敢用最低价来游览飞秦公园 就要做好飞秦不给好脸色的准备 鹰舞含球比赛是发挥比较稳定的项目 相信20年前来看表演的观众 看到的也是这个传统手艺 不懂表演嘉宾最优的表演状态是怎样的 不过能看到最差的表演 想必也是一种幸运 后来一一发现 表演嘉宾不赏脸 可能还不是最糟糕的体验 最糟糕的是 今天下午四点钟 大雨转暴雨 东南风二级 南洋电台提醒民众 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不要随便上街游泳 华威 江子大雨还要出去玩 省钱不要命啊 你在听什么 再听天气预报 现在 听什么都走不了啊 嗯 一一看着远处那些鸟儿 心想为什么这些地球上的生物 淋雨之后就不会生病呢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导致空中秦王秀 直接被取消了 所以灵灵和一一 只能坐着导览小火车 一遍遍的重温物线图了 一遍遍的重温物线图了 至于纪念品商店是否划算的问题 要知道 在景区纪念品商店购物 白仔是一定的 只是同款鸟类纪念品 可能在其他地方是不常见的 但是在购物之前 不妨先问下自己 今天都看到了哪些鸟儿 再见到它们 会叫得出名字吗 最后 灵灵和一一 什么都没有买 连十块钱的特价商品 也没有买 因为它们知道 即便买回去 也只会树枝高格 让商增加而已 2块5毛门票的 新加坡飞禽公园 就这样游完了 一一觉得 应该不会有人 比它们这次旅行经历更惨了 你说导览小火车 导览小火车 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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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